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王洛斌在八路军下属的服务团宣传抗日 平日又与赛克 萧军等共产党人走得很近 因此他早就被军统特务定为控制对象 在蒋介石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 他被秘密逮捕入狱 在国民党的三年牢狱生涯中 王洛斌曾写下过一首催人泪下的歌曲《蚕豆瑶》 1941年的春天 因为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和丁玲 萧军 赛克走得近 王洛斌被国民党当局 以共产党嫌疑分子投进了监狱 在监狱里 王洛斌将牙膏皮卷起来作笔 写了第一首球歌《崔烟》 放风的时候 乐观开朗的他就给耐友们唱歌 教歌 跳舞 在狱中 王洛斌遇到了一个两岁的小姑娘莉莉 她与父母一起已被囚禁一年多了 莉莉的父亲是一位共产党员 在狱中牺牲 莉莉问王洛斌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好吃 王洛斌答 馒头 包子 苹果 莉莉摇摇头 最后小莉莉掏出几颗残痘 一个监狱看守送她的 王洛斌的眼睛湿润了 她用牙膏皮为小女孩写了一首《残痘谣》 到了八十年代 六十八岁的王洛斌时常独自艺人 骑着自行车在乌鲁木齐穿行 多年的坎坷让她习惯了孤独 相依为伴地只剩下音乐 这时的她被称作西部歌王 许多文艺青年都对她充满敬意 听说了她的故事的三毛 曾不远万里来到乌鲁木齐与她相见 两人都对音乐由敏锐独到的见解 三毛为她唱起自己的橄榄树 她为三毛唱起高高的白杨 流浪的孤寂和对美与诗的热爱 让两个人的心灵发生了共产 别离后 两人曾不断通信 然而就在1991年1月5日 年仅46岁的三毛自艺身亡 王洛斌为此悲痛不已 含泪写下一曲 等待 王洛斌60多岁时说 我的很多成功作品 往往不是在幸福中写酒 而是在痛苦中完成的 他总是说 我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把歌声带给大家 让大家获得更多的快乐 心中都多一点爱 多一点美 1994年7月 联合国授予王洛斌东西方文化交流 特别贡献奖 已是81岁老人的王洛斌 以自己的歌声致谢 两年后 王洛斌倒下了 他去了那个遥远的地方 62年的音乐创作 还为这个世界奉献了千余首的歌 其中 在那遥远的地方 半个月亮爬上来 被誉为20世纪华人经典音乐作品 巴黎音乐学院是他年轻时心中的胜地 后来他一生都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但是他创作的这些歌曲 却成为了那里的教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相机 叫声 叫声 谈 什么 你